凤凰每周快讯由中国国际航空公司赞助播出 大家好 欢迎收看凤凰每周快讯 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下头条新闻 国际刑警组织周一发出最高级别的红色通缉令 全球通缉乌克兰前总统亚努科维奇 称他和他的家庭成员被指贪污和挪用公款 但他否认有关指控 另一方面 美国无人太空船龙飞船12号抵达国际空间站 与航员操作机械手将飞船与空间站成功对接 更多的新闻内容请继续留意 晚上播出的凤凰每周新闻 乘凤来去 直航北京 自今年国航将使用全新波音777 312型客机 开通休斯顿北京直达航班 每周一 三 五日飞往北京 航班号CA996 246日返回休斯顿 航班号CA995 头等公务经济三舱座椅 全部配备独立电源 预定咨询 尽请垂寻各大旅行社 登陆国行网站 欢迎回来 让我们来继续关注全美各大主流媒体的新闻消息 美国国务卿克里周一称 本周将前往巴黎 向查理周刊恐怖袭击案受害者表示支持 据悉 在印度进行访问的克里表示 美国没有派高层官员参加巴黎周日的游行是诡辩 克里还表示 美国与法国的关系并非仅在这一天或一个特定时刻 他说这是持续的长期关系 植根于共同的价值观 特别是对言论自由的承诺 政治方面 当地时间11日下午 上千名美国民众齐聚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静默游行 以纪念上周在法国巴黎恐怖袭击案中不幸遇难的17名民众 此次游行由法国驻美国大使馆发起 游行的始发地设在美国国际新闻历史博物馆 在美国全国执法警官纪念基金会处结束 法国大使热拉尔阿罗领导了此次集会游行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克里斯蒂娜·拉加德也参与了此次游行 据法国大使馆估计 参与游行的人数在3000人左右 白宫近日对外宣布了一系列针对加强网络防护的新措施 上月索尼营业遭到黑客攻击 致使网络安全再次成为焦点 美国总统奥巴马近日就解决身份盗用问题提出了三部计划 包括制定身份盗用消费者隐私权法案和学生数字隐私权法案的相关国家标准 奥巴马表示计划意味着绝大多数的美国成年人将能免费获取自己的个人信用评分 相当于提前预警任何欺诈行为 使快速应对成为可能 另一方面金门大桥铺设可移动中间隔离栏 经过工作人员上周六晚上的紧张施工 现已全部放置完毕 金门大桥公路交通部门发言人普莱蒙斯此前就表示 整个施工进行顺利 若不出意外 大桥将依照规定的时间重新开放 据悉 耗资3000万的隔离栏屏障安装系统周日才施工结束 金门大桥直至周一凌晨4点重新对外开放 另外金门大桥管理部门指出 安置隔离栏的主要目的是基于安全的考量 避免任何桥上行驶的车辆正面碰撞 好了 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我跟你说 我最近装了iTalk BB家庭电话 只要4块9毛9 中美双向直播 美国打中国 中国打美国 都没有长途费 我都用iTalk BB十年了 那你知道吗 iTalk BB最近还推出了手机app 下载这个app打长途都免费呢 iTalk BB还有中文电视服务 这个还真不知道 这件朋友还送礼品呢 iTalk BB电话加手机app加中文电视 每月4块9毛9起 以877-482-5522 2014Fusion 有人换车为了科技配备 有人换车为了性能表现 有人换车为了动力输出 也有人换车只为了一个简单的理由 就是目不转睛 爱不释手 购买福特Fusion的理由有很多 您的理由是什么 现在都立2014Fusion 今天就光临南加州 福特汽车经销商 第72届美国电影电视金球奖 11号晚间在洛杉矶 比伏利山庄举行颁奖典礼 电影上年时代夺得最佳影片 最佳导演和最佳女配角 三项大奖 成为当晚最大赢家 影评认为这部电影单纯 而自然的表现手法 也符合奥斯卡学院派评审的 一贯口味 很有可能在不久的 奥斯卡颁奖礼上大有斩获 而在电视方面 美剧《婚外情》 爆冷拿下剧情类最佳剧集奖 《婚外情》主演 路斯·威尔森获最佳女主角奖 凯文·史派西凭借纸 指排屋第一次拿下剧情类最佳男主角 政治方面 据华尔街见闻报道 美国中央司令部推特被黑 该账号发布了数条 关于IS的消息 攻击者自称是ISIS的支持者 他们在夺取账号控制权后 发布了美军多名将领的个人信息 以及美军涉及中国和朝鲜的 相关军事计划 里面显然有美军监控的 中国军事地点等等 被黑账号没有经过推特认证 但路透社报道显然 确认了账号的真实性 据悉账号被黑20多分钟 推特此刻已将该账号冻结 另一方面 美国司法部长霍尔德11号 接受美国多家媒体访问时表示 目前仍未有可靠证据 证明是哪个恐怖组织 背后错动巴黎连串的袭击 此外霍尔德表示 美方也研究采取合适的应对行动 他重申美法两国将团结一致 决心与恐怖分子战斗 他也表示 美国下月18号将举行国际会议 商讨打击暴力极端主义 一直来看看加拿大方面的新闻 全球油价持续下滑 创五年来最低 加币业一路贬值 而加拿大的旅游业却从中受益 业者预测2015年将是 加国旅游产业兴旺的一年 加拿大汽车协会发言人 翟克指出 如果油价到春季 都能保持在较低水平 预计国内的自驾游现象将会增加 另外 有业界人质指出 受低油价和低汇率两大因素影响 预计会吸引大量美国游客的到来 让产业形势更加乐观 另一方面 加拿大总理哈勃 11日出席加拿大首任总理 麦克唐纳爵士200岁名诞纪念活动 向这位前辈致敬 哈勃说 出生于苏格兰的麦克唐纳 出于纯粹的意志打造加拿大 在这场纪念会 在严密保安下 在安大略城 金斯顿市政厅举行 其中包括两名前任总理在内 多名政要出席 哈勃致辞时说 没有麦克唐纳爵士 就不会有我们今日所见的加拿大 这个世界上最棒的国家 以上就是今天 凤凰美洲快讯的全部内容 详细的新闻内容 请继续收看 晚上播出的凤凰美洲新闻 如果您想关注更多的美洲新闻 请加入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PSTV US进行订阅 我是张孟茹 感谢您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